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一周大自家麥 你好 Aris 你好 今個星期恆指好像周圍沒什麼方向 對 因為外圍的私息比較多 跟大家先跟進港股今個禮拜的表現吧 周一港股跟隨著外圍股市 亞太區方面都是做好的 准結了兩天的跌勢 恆指反彈超過200點 重上2萬2的關口 星期二 因為台風的關係停市 期間外圍股市下跌 星期三 港股受拖累 恆指列口低開385點 全日跌近400點 收市部21,739點 周四 市場正待英倫銀行議息結果 大市成交由上日的700億減至535億元 恆指干升93點 到了2萬2的關口 又見阻力 之後英倫銀行宣布7年來的首次減息 並且擴大量寬規模 亞太股市星期五普遍做好 港股亦明顯反彈超過300點 市場觀望 美國星期五晚會公佈的7月就業報告 恆指星期五收跌最新是 恆指星期五收升 水新報在22,146點 整個星期計升254點 升幅超過1% 國企指數 星期五收報在9,131點 整個星期升172點 升幅2% 接著看看A報方面 看看上證的走勢 見到星期一公佈的中國官方製造業PMI 和財新中國PMI出現背遲 上證指數第二個交易日下跌 收報在2,953點 建一個月的低位 反正成交率萎縮 減至到4,174億元 之後幾天上證 中止在3,000的關口之下 開始靠穩 週二和週三同樣都是反覆收高 不過升幅就較小 而且兩市的成交再度萎縮 當中星期二只是有3,225億元人民幣 創了超過2個月的低位 反映市場官網氣氛濃厚 星期四 一報道就說 法國偉商除呼籲減息降準的文章 A股昨天早段一度回軟 不過美市就抽上 全日的高位收市微升3點 而兩市的成交就維持在3,800多億的低水平 星期五指數反覆向下 收跌5點 中止3連升 見到上證指數 星期五收報在2,976點 全星期計上證累跌2點 跌0.09% 連跌3個星期 看完中港股市的大市表現之後 轉看個別股份和版塊 見到星期三 多間銀行股公佈了上半年的業績 見到最中間就是匯豐方面 上半年的列賬基準 除稅前的利潤就減少了2.8% 大致是符合市場預期的 但計劃中止漸進派息的做法 以及公佈了回舊股份 見到匯豐的股價 逆市就升超過1% 是當日唯一一隻上升的籃籌 旗下的恆生上半年就少賺了6成 如果不包括去年同期出售部分 輕業銀行股權的一次性收益 核心的盈利就減少了歪近1成5 是差過預期 職效股價明顯跑輸同業 至於渣打銀行上半年的 徐稅前法定日利就按年下跌了5成7 但大罕就普遍認為渣打的次貴業績有驚喜 並且認為渣打在重組上面有明顯的進展 跟進回他們今個星期的表現 本地銀行股是各地發展 見到業績之後 有大罕唱好的匯豐和渣打都有得進漲5% 至於中銀香港就收報在25.4毫半 整個星期沒有升跌 東亞銀行是跌0.5% 恆生銀行要跌3% 跟著看另一個板塊就是本 跟著跟進其他幾隻本地銀行股 大新銀行升超過2% 創興銀行跌跌近2% 大新金融升1% 大眾金融跌0.6% 跟著看另一個板塊就是本地零售股份 見到本港的零售業仍然未見底 面對訪港的旅客消費減少 加上本港的經濟轉差 6月份零售業總消貨價格的臨時估值 有337億元 安年跌8.9% 是略差過市場的預期 而兼且已經連跌16個月 再創了亞洲金融風暴以來最長的跌落 重災都包括有手機和電腦的雜項內容消費品 安年大跌3.7% 總計上半年的零售銷售依然要跌大約1成 本地的零售股今個星期就是偏遠的 即使今價今個星期創了兩年的新高都好 但見到珠寶的珠寶中標股份 好像周大福和六福等等 都跟隨這個板塊走弱 和大家跟進一下整個板塊 今個星期的表現 見到周大福、六福和周生生 都是整個星期計算要偏遠 跌幅介乎1%至6% 至於珠寶方面都是跌2% 星期五收報是3.3% 而出月控股是升1.4% 星期五收報是3.5% 轉低汽車股 這個板塊可以說是最近波幅比較大 其中一個中資股的板塊 今個星期各別股份就情各別發展 當中就已吉利的升勢最強 更加創了52週的新高 因為它公司的銷程持續理想 7月份的汽車銷售同比增長了64% 現在你更加調高了全年的銷售目標 大行都紛紛唱好 目標價更加上調至6元以上 另外中國汽車流通協會 最新發佈的資料顯示 7月份國內的庫存預警指數 就降到境界線的下方 亦都是11月的新低 反映市場的需求回升 庫存處於合理的範圍 都利好汽車的板塊 看回整個星期他們的表現 看到比亞迪持平 中午收報在星期五收報在49.2 東風集團跌百分之二 最新報在9.36 旁邊汽車升埋近百分之八 星期五收報在5.49 看看另外幾隻 華神升超過百分之三 廣氣升超過百分之五 至於長城方面 星期五收報在8.38 整個禮拜計是升了百分之四 看看內地方面的消息 看見內地的7月份 官方製造業PMI指數是49.9 再次跌回50 聖需分界線以下 顯示業界對於內地經濟未來的走勢 都不是那麼樂觀 至於反映中小企的財生製造業 PMI7月份錄得是50.6 比6月份上升兩個百分點 是超過一年以來第一次錄得增長 趨勢與官方數據出現背遲 對於兩者的差別 恆生銀行的高級經濟師姚紹華 認為是因為財生的數據 樣本主要是中小民企 因此樣本的規模比較小 所以官方PMI對重工業傾向 有比較廣的覆蓋 所以更加受近期的去產能影響 轉看外圍方面的情況 如果大家預期日央行會做動作 就是大量放水 而星期二方面 日本的內閣通過了合共 超過28萬億日元的財政政策刺激經濟方案 而當中的13.5萬億日元的財政措施 只有7.5萬億日元 是新增的財政開支 日本政府就預料 升幅超過百分之一 是一個月以來的最強 接著看英國方面的消息 英國銀行星期四連環出招刺激經濟 包括七年以來第一次減息0.25厘 將基準利率降到0.25厘的歷史低位 另外還加碼量化寬鬆 包括擴大買國債規模 未來18個月就開始買入最多100億英鎊的公司債券 並且推出1,000億英鎊的定期融資計劃 鼓勵銀行業放債 這次總量寬的規模高達1,700億英鎊 當行的措施都希望抵禦脫歐對英國經濟帶來的衝擊 英文銀行行長卡利還表明上述的措施全部都可以加碼 暗示今年年底前或者會減息 去到接近0的水平 因為今次出招的力度都比預期大 所以英鎊應聲急錯是超過1.5% 而英國的10年期債息更加跌到新低 而英股方面急彈是1.6% 看完今個禮拜的市場消息 轉看下個禮拜有甚麼數據可以留意 先看星期一 看到澳博880將會公佈中期的業績 關內方面可以留意7月的進出口 以及貿易收支的相關數據 外圍有歐元區8月的投資者信心指數 至於星期二可以留意本地的股份 就是有港鐵會公佈中期的業績 而內地方面可以留意7月份的CPI和PPI數據 星期三方面有南銷股、港交所 將會公佈中期的業績 另外九倉以及李寧等都會公佈中期的業績 星期四本地股份方面公佈中期的業績 有長和尋華就是長實地產 而外圍方面日股便會休市 而新西蘭央行便會議席 來到星期五將會公佈本地的第二季GDP 亦都繼續有業績公佈 當中包括華能生能源編號958 和TCO多媒體1070都會公佈中期的業績 內地方面將會公佈7月份的工業生產 零收銷售和固頭等的數字 外圍會有歐元區第二季GDP 和6月的工業生產數字 好 時間都差不多了 今個星期的數據和消息 就和大家跟進到這裏 如果想重溫這次節目的內容 可以上幫我們的官網遊覽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週末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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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